大家好,我是吳亨 今天想來介紹的是這個霍格華這個鋼琴啊,到底怎麼使用 那我自己本身沒有學過任何的樂器 所以我想分享一下我的學習經驗 首先第一件事情呢 這個鋼琴左到右是Do-Re-Mi Paso-La-Si,大家都知道 但是呢,在真正的樂譜上面,我們不會看到Do-Re-Mi Paso-La-Si 我們會看到的是C-D-E-F-G-A-B 記住C是Do,然後B是C 就是C-D-E-F-G-A-B,這樣就可以了 那學鋼琴的話,首先呢,我們得先挑琴譜 那因為我們的這個鋼琴啊,我們只有三排 三排的話呢,我們的那個琴譜啊,士兵不可以太廣 那如果真的太廣的話呢,你就要選擇去嚴格 比如說像卡農,在這個頻道裡面 卡農有兩種譜 而第一,這一種譜叫做簡易版本 那這個簡易版本呢,很明顯不行 為什麼呢,因為它的這個音域太寬了 因為最左邊那個我們彈不到 那這樣的話,那個效果其實會打一些折扣 所以這個東西的話,就必須要放棄 那麼,挑完音譜了之後呢,我們就來看一下這個 卡農的這個初階版 那你可以看到,如果我們照做正常的速度去彈的話 這個要怎麼練 這個沒有學過鋼琴呢,基本上練不起來 我也練不起來 所以呢,我們一定要做一件事情 我們一定要將它給放慢速度 放慢速度才有可能弄 然後再來是這個長音啊 就是你有時候會看到這個按鍵按住浮放 但是在我們的那個塔利波特博法全境裡面 這種長音啊,按一下就好了 不要按太久 因為按太久的話,你會很難按 好,那接下來我們來教怎麼練 像這個上面寫的BGE 這個東西,我們一定要從右邊往左邊念 因為人的視覺是從上面往下面看 所以我們念的話,又從右邊往左邊念 然後像這樣子就是BGE從右邊到左邊 從上面到下面 那就是這樣子變出來 然後再來我們再看下一個例子 這個例子是AFF 那一樣就是從右邊往左,從上面往下 所以我們從上面往下來 這是AFF 這樣有看懂嗎 好,那麼接下來的話 我們的訓練的速度呢 是從 這個是它的一個 就是鋼琴裡面原本的一個慢速版本 但這個慢速版本呢 並不夠我們的需求 如果我們要做需求的話 我們還要再更慢 啊,那你說 那為什麼我發不出來那個卡農 卻是完全的元素演奏 並沒有快慢的關係呢 那是因為我把我錄音的卡農 給快轉了 然後跟這樣一樣的速度 但是我一般坦的話 我是坦不到那個速度的 因為這個遊戲的鍵盤非常的卡爽 好,我們在練習的時候呢 我們首先呢 必須要先放到0.25倍 在它的一個慢速動作發達至0.25倍 越慢越好 像這個0.5倍呢 其實相對性來說 你表面上看起來很慢對不對 但在不熟的狀況下 這個段時間只夠你找和弦 好,然後呢 再 更比較更複雜一點 那個 後面的那個 米巴斯歐 像這樣子的這個東西 你其實在0.5的時候呢 你也 你不熟沒有練過的情況下 你其實也沒有辦法馬上的 就可以跟上這個 鍵盤的這個動作 所以你有必要 再調的 更慢一點 那 到底要調多慢呢 就是 越慢越好 就是要 講辦法調到0.25倍 那0.25倍的這個情況下呢 這個速度啊 其實就可以了 那 0.25倍完了之後呢 你才可以 調0.5倍 那0.5倍也是我的一般的錄音的速度 那 我錄音的話 我就是用0.5倍 就是這個0.5倍的速度去錄 我的節奏是 一模一樣的 那 這邊 可以聽聽看 好 這一個是 我的 這個 米巴斯歐的 這一個 這一段 那 這是原譜的這個演唱 好 這一個是我 自己的彈吧 你會發現 我其實 元速的彈 我就是 用照這個0.5的 放出去彈 當然 我也可以用到 正常的 慢速的彈吧 但是 我後來發現這個東西 實在是 太花時間了 所以 依照 隨便CP值的關係 所以 我就選擇了 放棄 我就用0.5的去錄 然後錄完之後 我把它調 快轉 就可以了 然後這一個是我 快轉3倍之後的版本 如果你的節奏抓得夠好的話 那麼 你的那個 版本 將會毫無的 違和 沒有違和感 可以完全的 切合 原本元素的這個音樂 那這個就是一個 慢速的一個做法 那可以讓你 彈到一個很不錯的音樂 好 再來我們要講一下 練習的方法 練習的方法 我們就必須要用到 海破學習法則 海破學習法則 是什麼意思呢 意思是說 我們的學習是靠神經炎的生長 就是神經炎的生長去見解的 所以我們必須要不慣的透過反覆練習 去讓我們的神經炎越長越多 那這個意思是什麼意思呢 這個意思是我們的練習啊 必須集中在一天 你要準備兩件事情做 你二十分鐘練這個鋼琴 然後二十分鐘去做其他事 然後再二十分鐘練這個鋼琴 再二十分鐘練其他事 盡量集中在一天之內 要把這一首其實彈好錄好 像我這個就是在半天之內 彈好錄好的 東西 那其實並不是說我怎麼天生神力 而是我是刻意的這樣做 那這樣做的好處呢就是 我可以在最短的時間之內 把東西給練好 而且不容易忘記 那如果你說 我現在要我再彈一次這樣的卡龍 我其實我就還要再練過 然後我自己也彈不出來 只是我現在彈的那個速度 我會比之前學的速度還要再快一點點 那就是這樣 所以我建議各位如果想要練習的話 就是你就錄音吧 然後再想辦法讓自己找一個 奉合日曆的假日 然後一天之內要把全部的東西都學完 那全部的東西學完了之後 練好了之後呢 把錄音錄下來 然後調快速度 那這樣子的話大家就可以知道 喔你其實會彈這個鋼琴 然後聽起來還蠻好聽的 其實這樣子就有達到你彈鋼琴的效果 那如果 如果是你想要自己彈大的教員聽 去給別人聽 那我不建議你彈像卡龍這一種 需要多個和弦的曲子 你比較適合彈那種流行歌曲 只有一個音的 因為只有一個音的會比較好做 那如果有兩個音的話 你這個手影七條 如果你沒有練過鋼琴 我認為應該是彈不起來 我彈他們坦白講 是這樣子 然後 所以大致上來說的話 這個就是我們今天鋼琴的教程了 那剩下的話 我們就 下次再會吧 那之後的話我會再出其他的 鋼琴的一個教學 歡迎各位去追蹤我的頻道 那這些東西我都會一一個放下去 我們下次再會 來吧